大家好 好 那我今天要來介紹一款就是我們市面上 普通人一般人他們可能會有所謂的 那個肌肉痠痛的問題都會去找什麼 可以拿些布 柏術管 對還有人就是用最方便的方式就是找貼布 那市面上的貼布有很多種 一種是藥物性的 那一種是我們現在就講求天然 所以我們常常聽到最有名的就是一條根 有沒有聽過 有 好也有用過 它的效果真的不錯我也有用過 那我現在想要介紹的是愛多美精油貼布 那它這一家的貼布其實也是不簡單 它是我們的台灣之光 在2014年跟愛多美結合 那打出愛多美的精油貼布 它用的就是你們可以看到它上面是寫著非藥性 所謂的非藥性 現代人非常的非常的注重養生 所以我們一些用藥性的東西呢 用在我們身上 如果你習慣是用藥性的貼布的話 長久以來你身體就因為皮膚來接觸的話 你會讓你的身體承受很多很多藥性的東西 所以現在我們來 因為環保概念 還有就是我們的自身保健概念也提升 所以很多很多的藥性 那我來介紹這一款 它這一款不簡單 因為2014年跟愛多美結合之後 那裡面添加了就是有我們講的 我們金門的那個一條根 它除了加了這個之外 它還有加其他天然的精油 它還有那個綠冬樹精油 還有就是我們的油加力 還有我們的薄荷 這幾款精油有什麼好處 一般我們用的一條根 可能是針對我們的肌肉的痠痛 好那我加了這幾支精油 有什麼好處 第一個它可以退燒 第二個它可以抗發炎 第三個它可以針對我們支氣管 所以為什麼有一些人 他感冒他會想要用這個東西 他不會去用一條根 那有些人他可能有發燒的現象 他也不會想到用一條根 可是為什麼可以用我們的精油貼布 因為我們的精油貼布 它就含有這一些的一些效能 好那我現在來示範一下 還有它有一個非常棒的技術 就是九微米的那個光波的這個這個效能 就是一般我們的貼布 愛多美貼布 這是正常我們一般外面買的貼布 好那愛多美貼布正常版的是長這個樣子 那你看到它這個一點一點一點綠色的 我當初用這個東西我覺得蠻好玩的 就是我要剪的時候 我可以照那個綠色的點剪下去 但是我發現那是錯的 因為這個點呢 它就是跟我們的奈米 微奈米滲透率有關係 它在綁這個紅外線 所以呢 當我們這個東西 它可以下得到我們皮膚六公分 好皮膚六公分有多厚 其實是很厚高 如果東西是這樣貼的話 你一隻手在這個地方 你也會感受到 它下來的這個精油的一個效能 好所以說要剪可以 請你沿著白的地方剪 所以像這邊呢 我為什麼 愛多美很棒的一點就是說 它可以針對你不同的症狀 然後我今天請了我一個小幫手 因為沒有真人示範 所以像一般呢 有一些人 像男孩子他們如果 或是一般人出去 有頭痛的現象 薄荷精油其實非常好用 可是我如果沒有薄荷精油在身邊的時候 我有愛多美 這一個貼布的精油的時候 我就可以放頭部 那不是直接撕下來貼上去 那個頭髮會拿掉一些 所以我們直接怎麼樣 把它蓋著 那如果有帽子呢 你可以戴帽子 所以有頭痛現象 你可以做這個動作 你會發現 你慢慢沒有幾秒鐘 你就覺得很舒服 然後呢 如果你還是有頭痛現象 你可以貼在哪裡呢 太陽穴 我們太陽穴在眼睛的兩端 可是這麼一大片這樣貼上去 可能就會蓋到眼睛 所以我們可以用剪的 像這個 我們就可以貼到我們的太陽穴的兩邊 那我們又可以很優雅的 我們也可以很優雅的 治療我們的頭痛 舒緩我們的症狀 可是呢 如果像小朋友發燒 最近感冒人非常的多 那感冒第一個症狀起來就是什麼 頭痛 還有什麼 發燒 我們最怕小孩子發燒對不對 發燒我們要降溫 我們一般 一般家長都用什麼 那個感冒藥 退燒藥 很好 那我們用的是什麼 貼法 我們就貼到他的額頭 我們就貼到他的額頭 我們可以幫助他降溫 好 那除了這之外呢 像我們一般人 有一些人就是我們家裡也沒有油加利精油的時候怎麼辦 沒有問題 我們可以拿稍微大一點點的 好 貼在我們的喉嚨不舒服的地方 那你會發現你喉嚨這一塊來講 你會比較舒緩 那在感冒還有人說 發生什麼狀況呢 就是鼻塞 鼻塞呢 鼻子不通 你可能也沒有油加利精油 那我們就用什麼 含有油加利精油 我接片的愛多美精油 我們可以貼在鼻子上面 你會發現你慢慢的鼻子會比較疏通 你呼吸也會比較好熟悉 尤其是我們小朋友 晚上如果他因為呼吸不順 他可能只會用吵鬧來吵你 所以我們用這個方式 可以讓孩子們就安然的一個 穩定性的一個入睡 所以如果你不想要用太多的化學性的這個 藥物的輔助的話 我建議就用最天然的方式 除了這一些還有什麼 像我們現場有許多美女 他們就是會穿高跟鞋 尤其是出國玩的時候會去shopping 那我們走久了 我們是不是小腿都很累 那所以呢沒有問題 那其實我們的小幫手在這個地方 我們可以拿我們的貼片 依照大小我們貼我們的小腿度 好如果你走的地方太遠了 你可以貼你的小腿度 貼完你會發現睡覺起來 小腿不痠了 小腿痠痛的那個狀況會舒緩 你第二天繼續shopping 再來還有一些人 他可能血液循環比較弱 我們就可以貼什麼 基上我們的大小 貼我們的腳底的泳泉穴 那是我們這個泳泉穴 泳泉穴是我們身體 從下往上來疏通最棒的一個點 所以呢像如果氣血比較不好的 你就可以貼油泉穴 好再來就是腰痠背痛更不用講啦 我們的腰痠背痛 你可以貼他們的 背脊 我們的整個背脊 再來還有我們的大椎穴 好這個地方你會舒緩你頭部 尤其是我們喜歡看電腦 打電腦 打我們的那個 手機的時候我們的肩頸 常常是做這個動作 所以我們肩頸這個地方很容易痠痛 都可以貼 這是屬於痠痛的部分 在愛多美這一塊來講 就已經非常好用 那還有一些就是 我們女孩子有復刻 或是每一次液晶來的時候 她就會有腹痛 所以我們也可以貼什麼 以肚脊往下 大概四指的地方 七公分 我們可以貼在這個地方 馬上可以 大概過幾個小時就可以舒緩 所以說愛多美貼金融貼布來講 它非常好用 它也是我們台灣之光 它不是來自於韓國 它是來自於我們台灣 而且呢 在2018年 根據統計 它銷售到我們國外的這個數量 已經到達了八萬核 銷往我們的新加坡 還有我們的那個馬來西亞登國 所以它也是在幫助我們台灣優洋廠商 做一個最棒的外匯 外匯的一個出口 好那今天的愛多美金融介紹 就介紹到這裡 謝謝小班 謝謝